接著我們就做完最後的pop-up 這個pop-up 跟進去退出有些不同 這個就是進入退出navigation pop-up 那個會佔在面上 我的樣子有點像這版 所以我就Cmd-D招牌其他版 因為我想在上面寫一條黑色字 有些字 還有一個按鈕給我按關 所以我又想用這個navigation controller 那條bar 我又Cmd-D又得多一個 那我就總共有兩個了 我暫時先打開這裏 這兩個我大約是這樣等 這個放在上面 這個就放在它旁邊 這樣就OK了 這個我剛才放什麼了 我移回正式 好了 搞定了之後 就記住了 平時我們就選這個view and back in 一個navigation controller 今次就因為我已經有一個navigation controller 所以我就快點拉過來 就跟它說我要control它 記住選這個 它就會多一條bar 你也可以順便試頂的title 改名 information 可以嗎 成功 成功之後 我們第二件事 就是做bar button item 當然要searchbar 這樣就走出來 把bar button item拉下來 這個上次做過了 我們把它扔了title的名 然後把它變成button information 對不對 這一個 這邊也是 因為這裏呢 彈了這個表之後 我想關掉的 所以都是把它扔掉 然後做一個button close 對不對 兩個 那你就問 我怎樣可以按這個按鈕 就彈這個pop up出來呢 你只需要white click這個button 指著它 這次就不選show了 show就是左左左右那隻的 那我就presentmodelry 還有因為我想它是 自體面半透明的 所以你就要跟著 拉了之後 就select它 然後在presentation 選擇 over full screen 那你做了這個之後 那你以後一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彈了這個pop up出來 可以嗎 不過pop up出來的樣子 就不是我真的要的樣子 那我下一條片呢 我就會改了它 的啦